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爱的男人能关心自己 哪怕是女强人也不例外 但女人在接受关心时 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显得是在拒绝 她有可能会撒娇地对你说 哎呀 不用管我中午吃什么 我自己会解决的 或者对你说 下班我坐地铁回去 不需要你来接我 通常这么说的女性 她并不是真的不需要 得到心仪男人的关心 其实当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她是很开心的 之所以会用这样 拒绝的态度和男人说话 通常有两个原因 一 女性的矜持心理让她们 二 不愿意直接表达自己的需要 出于心疼和关心你的心理 不忍心让你对她过多操心或劳累 判断女人究竟是真的不需要关心 还是她只是嘴上说说 但内心非常渴望 就要从她的语气来分析了 如果女人是撒娇的语气 那么她是享受这份关心的 但她要是口气生硬 那她就是真的不需要你的关心 二 对你亲密的行为说不要 当双方的感情已经非常好的时候 显然 女人是不会拒绝男人的亲密要求的 谁都知道 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 她会很反感对方与她近距离接触 尤其讨厌男人与她有肢体碰撞 更别提亲密接触了 可有些女人 在男人对她做出亲密举动时 她会表示拒绝 而且会说不要 出现这种情况也分两种原因 一 她真的不喜欢你 二 她只是因为性别角色的原因 认为女性应该含蓄一些 从而口是心非地说不要 区别这种拒绝时 男人要看女人的行为 所表达出来的真实模样 不要被她一句 不要就吓得就此停手 内心需要 却嘴上拒绝的女人 表示不要的时候会有羞涩感 而且面有喜色 她只是欲聚还赢的一种表示罢了 其实她内心是渴望的 三 你准备送礼物 征求她的意见时 她说不要 任何人都喜欢礼物 特别是女人 她们喜欢的礼物 种类繁多 只要是心仪 男人送的礼物 不管礼物 价值多少 她们都会非常高兴 这是女人艰难男人的一种方式 当然我不否认 有些拜金女是不讲感情的 她们单纯喜欢金钱 这类女性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当女人知道你要送她礼物时 她回复你不要 你可不要当真 不要你礼物的女性 她只是心疼你的付出 她内心深处更想替你省钱 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是 从心里愿意为男人省钱的 往往这样的女人 都不舍得花男人的钱 而一个不爱你的女人 她恨不得花光你所有钱 榨取你的所有价值 面对礼物说 不要的女人 要么是真的心疼你 要么是真得想不劳而获 你要仔细分析她 属于哪一种 每一个心里有爱的男人都知道 女人其实很简单 她们一样需要纯粹的爱情 也需要一个能与她一起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爱人 女人也能分辨出 到底谁对她是真正的好 也会发自内心地体谅对方 如果你想知道女人的不要 什么时候是表示要的话 就看她当时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吧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期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 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 解决情感问题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 请尽情地留言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